3月25日,旅顺记忆1904-1905看片会在中华世纪坛当代艺术馆局场举行。 大连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大连广播电视台党委书记、台长王蔚、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节目运营部主任施士伦、 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项目运营部主任陈晓卿、 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节目代理部副总经理张林出席会议并致辞。 之后,本次看片会进行了分别以纪录片制作和历史研究为主题的交流探讨环节, 而出席本次看片会的各位领导从多层面给予了本片高度评价。 刚才那个小青在用三个词在说她的这一个特点吧, 一个是精致,一个是客观,还有一个是戏剧性, 觉得这是这个可能特别难得的一些这个做法吧, 因为在以往的可能这个好多这个历史题材的这个影像当中, 可能很难这么去做,这个很难做得精致又很难客观, 戏剧性可能要表现得不够充分, 那在这个片子里面呢,她提出这个三点我觉得都还是可以的。 大型纪录片《屡顺记忆1904-1905》, 严格按照国际发行标准制作,耗时两年精心筹备, 分别以棋袭、闭塞、空间、决战作为四级纪录片的主题内容。 一个屡顺口半部近代史,该片以日俄战争为背景, 以时间为轴线,贯穿日俄两帝国争强屡顺等地的事件始末, 为观众重现了二十世纪初文明世界的滔天巨浪 和第零次世界大战惨烈的战争画面。 部六娱乐北京报道。